气须睡不够,血须睡不着,干火旺容易醒,教你一朝一觉睡到大天亮 你知道吗?晚上睡不好觉,其实是脏腑气血失调了 气须睡不够,血须睡不着,干火旺容易醒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睡眠不好究竟该如何调理 让你能够一觉睡到天大亮 首先来说气须睡不够,说到气,很多人会觉得很玄乎 气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气在人体有推动的作用,能推动血液的运行 各项生理活动也需要气来提供动力 气球大家应该都见过,气须的人就像是气不够的气球 整个人软塌塌的,整天跟没睡醒一样 没精神还容易累,没事就喜欢躺着靠着 那怎么补呢?可以参考一个四君子丸 再来说血须睡不着 中心认为跟睡眠关系最密切的一个脏是心 因为心藏神,心神安宁了才能睡得好 心又是煮血脉的,心神受到血液的滋养 如果血须不能够如养心神了,到了晚上你躺在床上就容易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另外平时还容易头晕眼花,脸色发白 一看就让人觉得不健康,手脚还时不时的抽筋 这时候就要养血安神了,可以参考一个四五颗粒 最后是肝火旺容易醒,有的人是晚上一到两三点这个时间就容易醒 这时候正好是肝精值班的时候,肝精气血最旺,肝火太旺,这个火往上一烧 上面就是心,就容易导致心神不安 所以你一到这个时候就醒 这种人平时脾气就比较暴躁,老想发脾气 时不时还头晕头痛,眼睛红肿,口干口苦 这种人这时候就要泄火安神了,可以参考一个龙胆泄肝丸 以上就是崔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但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上面提到的中程药,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如果你有需要 一定要让专业医生帮你辩证后再来用药